坐在椅子上跟馬前總統有說有笑的 就是德國前總統胡爾夫 兩人在德爾菲論壇的晚餐前 巧遇了 早在馬總統擔任市長時彼此就認識 雙方就這樣聊了半小時才進場 不過大家最關注的是這件事 椅背的紙張 上方英文標注保留席 下方是首寫馬總統 馬辦提供這樣的畫面 最主要就是因為在希臘舉辦的德爾菲經濟論壇 至今官網給馬前總統的頭銜 仍是前台北領導人 被質疑我國遭矮化 對此馬辦表示 馬英九已經當面反映 希臘總統也說很遺憾抱歉 並表示會請主辦單位更正 所以在現場用首寫 至於網頁的部分 因為人手不足無法及時更正 希望馬英九能體諒 而馬前總統在論壇的閉門會議上 也傳達台灣不是烏克蘭 國際可以保持關注 不用過度擔心 在國際上為台灣發聲 絕對是必要的 但用什麼名義 我國的主權都不可以被矮化 華視新聞 綜合報導 哈囉 我是林仙怡 想要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也不要忘記收看華視新聞雜誌喔